提高原住民服務設施的量能 揚美浦新地區 將興建原住民運動公園和集會所 另外市議員王先連 也希望在新屋區興建文件站 補足最後一塊缺口 它畢竟是一個偏鄉的地方 可是我覺得老人的照顧 不能因為偏鄉就忽視了 所以我在這部分 還是希望能夠原民局 趕快來設置新屋 這個最後一塊沒有文件站的版圖 讓這些原住民長者 讓他們感受到政府沒有忽視他們 市議員張曉雲落實選舉證件白皮書 提出交通問題改善 居住正義 公托政策 醫療資源等面向 要在議會全力監督推動 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有設計了一款證件白皮書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中立市民的期待 以及我對於這個地方上發展的承諾 以及理想 那我希望就是在證件說明會 跟大家在闡述我的理念的時候 我希望也能夠逐一的去實現我們的證件 中立市區交通繁忙 人車交織 顯像還生 市議員黃靖平協調中立警局 四處路邊停車格改化人行道 這個停車格其實由來已經存在幾十年了 一直沒改 因為這一塊轉角地位於中立警笨局的旁邊路口 是中立區新建街跟延坪路的這個路口 之所以會想要取消這四個停車格 跟警方中立警笨局和桃園市警察局和交通局來協調 公益採券盈餘分配比不上新住民 市議員張秀菊呼籲市政府依照人口的比例原則 提高盈餘分配善待原住民 而在原住民族的安養需求方面 他呼籲市府儘速開辦公辦民營的原住民族 日照中心以及老人安養中心 現在我站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我浮出旁邊的這一塊地 也是我未來希望在這邊 能夠設置我們的日照中心 專屬我們原住民的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老人家 能夠再用母語的方式 因為母語真的是 是我們原住民的族 也是我們的靈魂 能夠設置我們的日照中心 專屬我們原住民的 能夠給我們原住民的族人 有非常好的照顧 更多精彩節目內容 請鎖定每天晚間六點半播出的 明代星在地情 請 然後我只有看到你的人 請